西蒙斯持续友好表现 全场16分13篮板6助攻 带领球队拿下近6年来首次五连胜 每连社分享 尽管今天主力中锋安彼得 Joel Enviad 轮纠缺阵的情况 76人靠着4人得分达双位数 其中萨利奇 Dario Saric 25分解下本季新高 最终以104比97在客场击败爵士 收下自2011-12年赛季后最长的五连胜 萨利奇此战13投7中 外线9投5中 就拿到25分外带10篮板 瑞迪克 JJ Reddick 拿到20分 西蒙斯 Ben Simmons 则有16分13篮板6助攻表现 柯文顿 Robert Covington 也有14分12篮板贡献 76人这场胜利 不只具有五连胜的意义 同时是他们自2005年以来首次在犹他夺胜 目前76人以六胜次败的战绩与魔术 暴龙和尼克并列东区第三家 我们这场打的比以前冷静 在关键时可尽可能保护好球权 避开失误 也能成功止住对方的攻势 西蒙斯赛后指出夺胜的原因 相较于76人处于连胜的欢愉气氛中 爵士近况并不太好 今天进攻完全熄火的情况下 胡德 Rodney Hood 19分为全队之罪 哥贝尔 Rudy Golbert 战获16分15篮板 卢比欧 Ricky Rubio 攻下11分 团队命中率低到仅30 3% 爵士 通下三连败 我们今天投篮表现真的相当凄惨 爵士教头史奈德 Queen Snyder 说 我们其实在某些时候有挡住对方攻势 那在进攻单上的确有帮助 但之后却崩盘了